跨不夠壓力強的時候該怎麼做呢 開創星座 牡羊 巨蟹 天平 摩羯 請正面對抗壓力之強 因為作為開創星座的你們 其實是蠻有能力的 蠻有潛能的 就需要激發 比如說你們平常就算很溫和好了 但是真的遇到一個敵人 你們就是站出去跟他談判 你們不是走那種什麼回避 我覺得這也不是你們的個性 所以正面對抗 然後把那個壓力消除掉 你對我有什麼意見你可以說 或者是好 你宣戰 我也宣戰 或者是父母親如果生病假設 我覺得這些人也會好好的思考 就是說那我要不要把工作辭掉 先好好的照顧家人 或者是做一個什麼樣的佈局跟安排 我覺得像這些人 你們只要做好計畫 應該都是能夠慢慢解決的 比如說摩羯座就是屬於計畫高手 制定計畫用高效率去把壓力一項一項解除掉 因為沒有突破不了的壓力 所有的壓力都是我們在小時候 就跟上帝許願說我願意承受 我可以承受的 所以你看摩羯用制定計畫來對抗它 天秤座請活用人脈來度過關鍵時刻 因為天秤的人脈是很不錯的 人緣也很好 巨蟹座不可行的時候就回想重要的人 來增添自己的行動力 我有爸爸媽媽要牙 我有可愛的妻子和女兒 好 我要加油 那牡羊座的話呢 請用背水一戰的精神正面挑戰 所以你看像彭宇燕他就把自己體脂肪練到三 背水一戰 背水一戰 因為對啊 他小時候也是個小胖子 小胖子應該也是愛吃 然後有點怎麼說呢喜歡享受 但是他可以違背自己的個性做出這樣的一個反轉 雙子處女射手雙魚 靈活的繞過壓力之強 讓人羨慕 變動星座真的很會迴避 我們來看一下雙子座 來 發揮高超的手腕突破壓力的包圍 我覺得雙子是可攻可守的一個星座 就是我也可以迴避 但我也可以進攻 比如說我要爭取 那我就去突破那個壓力 但我也可以退殼手啊 我當一個嫌妻良母 我當一個家庭主婦 沒差 真的 我覺得雙子就把這個問題給解決掉了 他真的性態良好 那來看一下處女座 逃到最後就是勝利 處女座真的 因為處女座是變動星座裡面比較特別的 你說變動星座不是回避能力很強嗎 感覺上就是比較活躍對不對 可是處女座是土象星座 對啊 土象卻又在這個活躍的狀態裡面 所以他們也是靠心態 比如說我沒有聽到 我沒有看到 我低調總可以吧 所以我覺得逃到最後 很可能十日一久 大家也就忘記了 所以這一點處女座 蠻老身入定的 蠻厲害的 來我們來看射手座 你爸爸 衝刀 衝刺甩尾 擊殺 讓壓力追不到你 沒錯 就是用更過動來應付這個壓力 我跟你講 好像是 我遇到所有的射手座 就是他壓力來的時候他看起來特別忙 好我們來看雙魚座 怎麼對抗壓力 謹慎思考慢慢跟壓力拉開距離 然後謹慎思考 他們是本能好不好 謹慎思考 其實我覺得雙魚座大家都說是一個浪漫的星座 但我覺得他們很聰明 你有遇過雙魚座嗎 有 你覺得呢 他們大智若愚 所以請不要以為是愚 好嗎 他們大智 你現在終於明白了嗎 有一點 因為我們公司蠻多雙魚的 所以我現在慢慢了解 你們公司喔 真的喔 是藝人雙魚還是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雙魚座難纏難搞 但是服務周到 你如果是他們的同事的話 你應該被他們照顧得很好 對 真的 雙魚真是好同事 真的 有聽到喔 真的真的真的 服務得很好 兩顆 真的喔 我告訴你 我在大陸北京去十幾年前 我的朋友是雙魚 我的朋友交代這個 幫我認識了這個雙魚之後 我從此去北京 不需要任何人照顧 就是這個雙魚照顧 而且他照顧我的方式 他是會請假來陪我 然後他覺得我來那一趟 他不應該讓我白來 所以他腦海中覺得我應該認識誰 他就把他的人脈都兜上了 好貼心 對 他介紹了我認識一堆人 你知道 我知道他很貼心 但我很累你知道 我沒有休息時間 接不完 我連吃飯 我說我們可以吃飯了吧 我心裡想吃飯就是我們兩個吃 他說沒有我也為了吃飯 我幫你約了某一個人 塞進去 對 天啊 我覺得我被他塞滿滿的工作 後來我去北京我再也不敢找他 他太進職了 所以我純心要累的時候我就會找他 我很怕累的時候我不敢找他 雙魚是好同事來講 他會不會看到這一集 他應該看不到 他應該看不到 而且他後來會奪命連環call我 因為我就是貌似不喜歡他的那個人 他就很愛我 然後就一直追著我跑這樣 我們來看固定星座囉 那就是我跟柯宇倫的星座 金牛 獅子 天蠍水瓶 學會與壓力之強共存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反應很慢 你要我們去正面對抗 我們也做不到 大家一定要結仇嗎 宣戰了之後後續的一堆 他來告我 他來整我 我也覺得很煩 所以能忍就忍 這常常是很多固定星座的人 面對壓力 不較苦 或者是也不知所措的原因 來看四個星座的一個解說 像金牛座就是不要頑固 不要頑固 對 寬心才能打持久戰 因為我覺得金牛座很會鬼打牆 遇到人可能就問 你覺得為什麼大家這樣對我 然後對方給你一個答案 但因為你不接受 所以你等於沒聽到 所以我覺得寬心 對 當有人告訴你說 其實那不是很重要的事 你想這麼久才見鬼 你們金牛座就要醒過來 我覺得 來獅子座 不當北風當太陽 保持正能量 對 沒錯 我覺得獅子座對抗這種壓力 最好的方式就是 沒問題的 我可以 所以我見過的這個獅子很厲害 當時她要結婚的時候 我就告訴她 你的丈夫一定會劈腿 她說她太愛這個人了 她可以 她說她的計劃是生一個孩子 有了這個男人的孩子 以及做好正工的位置 她的所求就不多了 她這樣就好了 不然她的丈夫對她很滿意 她丈夫依然有小三 而且是可以公然帶去聚會的那一種 她願賭服輸了 她喜歡這個人 所以她接受了這個狀態 用正能量來對抗一切 這是一個悲傷的故事 來看一下天蠍座 一流的洞察力是你的超能力 沒錯 所以所有的人都瘋了的時候 我的超流洞察力就來了 我就說 是不是這是木星在天蠍 天王星即將到我七公的一個效應呢 我就跟我經紀人商量 因為這世界在變 我的出書方式也在變啊 我從我寫不出書的這件事情 意識到了世界在改變 你不覺得我很有洞察力嗎 好的 所以我就好過了許多 再來看水瓶座 水瓶座就是柯宇倫的爸爸 對 容易有人伸出援手 感恩地接受幫助吧 水瓶座也是以人際關係見長 我覺得 對 人見人愛 是別人的是不是 不是你們家的 朋友 大家的 大家的 我爸在家裡不太聊天 但是他一出去他就可以看看而談 他是公共財 對 就是他是那種 他吃飯吃到一半看到有朋友 聊個天走的時候會幫人家付帳的那種 真的很好耶 你們家會不會因為這樣就窮了 他這樣子很 他如果是我爸爸我會生氣耶 不會啦 他怎麼花是他的錢 他的錢 他的錢 對 好 YAHO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